各位同学大家好 昨天台北股市大涨532点 今天一开盘就烙赛了 一开就开低了 收盘跌了274点 很多同学都想老师那时候盘怎么做 昨天现股当中放空 结果涨停板补不回来 想说涨停板我去锁 今天一定有钱赚 结果今天 昨天涨停板的今天 有的股票连开高都没有开高就杀下来了 对不对 这个盘真的是 同学你如果没有心里面的一个目标 你不知道如何做价差 你就从头看到尾 对不对 看来看去看来看去 但是我们带同学 当然是每天来来回回做 对不对 为什么我告诉你四星创意爱普 因为这三支股票是IP股里面 我比较看好的 资源为什么不看好 人家第一季做业绩又差 毛利率又差 它跌刚刚好而已 有一些同学还问我说 老师那资源怎么办 我说你有一个两个办法 对不对 你去买爱普你去放空资源 配对交易 资源一直跌一直跌 今天三大反而又在大卖资源 爱普也是跌 昨天涨的刚好今天跌回来 昨天涨的 昨天涨多少钱 今天就跌多少钱 刚刚好 明天呢 我是不是告诉你 创意一定会涨 对不对 昨天系列涨停板 今天系列是不是继续涨 昨天威胜盘中涨停 今天威胜也没跌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里 我都每天研究筹码 同学赶快加赖 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 你看 老师 你们股票有没有很多 没有啊 我不会说 哎哟广大涨停我又有了 你有是怎样 是昨天才买的 昨天买得到吗 有啦 老师涨停板买得到 开盘就快涨停 所以同学在这里我们讲的 要买得到卖得掉 我一直告诉同学 要买得到卖得掉 你才会赚钱嘛 那你买不到卖不掉 你怎么赚钱嘛 对不对 同学 验证嘛 你要验证嘛 有买有卖 获利要放口袋 为什么买 为什么卖 要获利放口袋 昨天涨停板没卖 今天跌下来 是怎样 对不对 来看一下昨天晚上写什么 狂飙532点 涨停股 IC设计 散热 AI机器人 就这些吗 今天机器人股还是有涨停板的 我没有 我就是没有 我不会那么不要脸说 涨停板我又有了 对不对 来我们开开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是不是开低 阵仗走低 老师又跌下来了 又跌下来了对不对 守在无日线上 老师这很惨 怎么办啊 昨天融资又增加了 涨上的融资又增加了 对不对 昨天涨停板的股票有哪些 来看一下 一个一个看嘛 对不对 昨天涨停板的系列嘛 系列建议是不是继续涨 我没有跟你讲 公司14库长股是402 对不对 来我昨天怎么写的 系列 挑战400 400 昨天晚上写的 看一下 来今天最高多少 看一下 399 老师你不准啦 你真的不准啦 差一块钱啦 没办法啊 中央老师就是这么不准啦 差一块钱 就是不准啦 对不对 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创意 1220嘛 1220 今天大盘跌得跟猪头一样 1215 老师 差五毛钱 不是 差五块钱 最少人家跌得跟猪头一样 他还在涨 对不对 同学准不准 你自己看嘛 你拿到我这个 对你有没有帮助嘛 今天有一个同学 打电话进来 他说老师啊 创意如果会到1200以上 1200以上哦 老师我决定跟你做一下当中 所以他今天听我的话 1150买个五张 结果挣得到1215 他没有1215 他1200以上就出掉了 非常的高兴 这种盘还能够赚钱 而且我写在前面 而且我写在前面 创意 对不对 挑战1250 没有啊 今天大盘太烂了 今天大盘不要说跌200点 只要大盘不跌的话 搞不好就是1250了 对不对 120 那你会说老师 你们今天有没有赚钱 我们今天没有赚钱 你来看一看啊 自己看啊 对不对 有的同学来说赚太少 赚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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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看 四星买2815 卖出2865 获利三万块 我四星我早上带同学怎么做 我说2820以下都是买点 2820以下都是买点 他买到2815 今天最低点2815 2865就出掉了 做一趟 做一趟 明天四星要不要做 再做 四星是IP股的股王 龙头 不做四星去做资源 头脑有点咔哒咔哒咔哒 对不对 创意是台积电的 你不做创意 现在行情不好 你不做创意 你去做M31 M31我很久没做 金星各位很久没做 老师 那个艾普从高点跌下来 在这里整理好久了 老师到底会不会涨 我待会告诉你 我待会告诉你 你看资源告诉你 营收获利都不佳 法人不买单 继续卖 第二季会好 他说法硕说第二季会好 我打两个问号 那就等等吧 你不能等 老师 我们老师带我去买资源 说不会破底 买这三百多块 现在已经跌到两百 跌到两百多块了 两百八都破啦 输一成啦 那你去问你们老师 我没有意见 我真的没有意见 对不对 老师很厉害啊 做教啊 很厉害啊 每一个都很厉害 不会破底 这叫底部 你讲的都叫底部 我讲的都不叫底部 是奇怪的 对不对 那四星每天一百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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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差 很好做你也不做 对不对 那当冲啊 冲来冲去不然怎么办 股票本来就这样做啊 对不对 老师明天要冲哪一支 你看我这里写那么多啊 我没有到处乱写 没有啊 当冲你要注意啊 观察量势角度 好 老师你说爱不会涨 我问你啦 我问你啦 你拼拼理啦 成交量只有1400张 他怎么会涨 他昨天涨多少 今天跌多少 刚刚好 他今天收盘价就是前天的收盘价 昨天一场误会 昨天涨11块半 昨天涨11块半 今天跌11块半 看有没有准 够好准嘛 他是不是在底部 是啊 老师他没量了 我告诉你 他每次没量就是底部 当他出量就要开始供了 老师明天会不会供 老师我们明天来冲爱普 拜托你看一下 有量再来做 所以我再跟你讲 我再跟你讲 当冲要注意量架势角度 好 很多同学就问了 老师什么叫角度 角度 来我跟你提示一下 你要懂嘛 对不对 说实在今天这个最好做 你看这一档 讯新 我以前做的 你看啊 都在平台整理 这个叫角度 90度角 这个叫角度90度角 啪一下 123 涨停板 这个叫角度 昨天800多张 今天2000多张 成交量增加三倍合理 这个叫角度 对不对 来光环 这不能当冲的 这个叫角度 光环你们也都知道 都是中小老师讲的股票 很多 很多同学看我的节目 买我讲的股票 都赚到涨停板 对不对 急帽啊 你看一下又涨停板 中小老师28块告诉你 你也不相信 老师 老师 那这样子光环会变成急帽第二吗 同学 不要想太多 好吧 加赖我告诉你 加赖我告诉你 老师你那个做低价股 你很厉害 你每次讲 他就涨停板 老师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老师光环你有做吗 我们做过 所以同学 再一次告诉你 验证是最大的诚信 下半场回来 我在这里把一些 筹码变化 进出表跟你讲一下 你如果不会做 我告诉你 IP股 你就做个世新 创意 爱普做一做就好了 资源放过它吧 系列 益创 威胜 文贸 这些股票 匆匆乐 跟着我来做 我带你做假查 进广告 打电话 传通国际头部 诚信至上 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 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 专业无物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 华众取舟 第三 所有股票 带进一定带出 忙忙股海 您需要一盏明灯 贯通国际 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零二 七七二五 九六六八 贯通国际头部 诚信至上 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 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 专业无物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 华众取舟 第三 所有股票 带进一定带出 忙忙股海 您需要一盏明灯 贯通国际 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零二 七七二五 九六六八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 股动乾坤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那很高兴同学在这里 都有加入我的LINE 然后我写的一些股票 你们都有注意一下 老师没有办法写太多支 老师叫你不要做的 你就看看就好了 那你手上有的 你自己小停损 或是换股 随便你 我没有意见 那有的老师都很厉害 告诉你这个底部 就不会破了 对不对 结果破了怎么办 破了就拿香 对天拜 对不对 来看一下 我昨天晚上写什么 我昨天晚上写 下面特注的 明天注意爱普是否有量 是否有量 开盘价多少 有量多少 要成交量多少都有写 创意 明天价差也大 看开盘及成交量 来 今天创意 你是不是开盘就卖掉了 你出八戒 还是你按照 中小老师教你的258 1150块你买进 今天一个同学买五张 五张今天赚多少二十几万 上班族 对不对 小支族买一张就好了 一张大概一个月的薪水 老师不会算乱写的 老师乱写 我这样讲 我如果乱写 你赔钱了 那你会不会加赖吗 你就不会加赖了 对不对 我如果随便乱写 对不对 你赔钱你就不会加赖了 你就不会 没有参考价值了 老师这怎么参考 对不对 老师都不准 对不对 老师 今天大盘为什么跌成这样 美国盘后 META说一跌跌个十几% 美国期货盘也跌跌几百点 今天大盘一开都没高点 难道每一支都没高点吗 不会吧 来继续看下去 我问你 西里昨天三分钟涨停板 今天开盘你很想空下去 啪一下拉上来 我昨天告诉你西里 挑战400 有没有 看一下今天电脑 西里今天399 老师你真的很不准 哎呀老师 你比我老师差太多了 我老师都叫我市价买进 恭喜你 恭喜你 市价买进是不是 恭喜我真的恭喜 真的恭喜你 随便你 我没有意见 你老师不是叫你买资源吗 不会再破底吗 对不对 我记得有好多老师 台面上很多老师 哎呀我也搞不清楚 他们为什么这样 你拉开一下 少计业绩 单计创新高 没有啦 第二季营收低位数成长 第一季才赚 第一季才赚一块多 安合一营收创新高 没有啦 那业绩不好 我们讲话实实在在 对不对 你看 9亿多8亿多8亿 对不对 好不好 你自己知道 对不对 艾普呢 2亿2亿2亿3亿 我告诉你 下来是4亿5亿6亿 股价就涨一倍 毛利率又高 医域率又高 业外比例又高 对不对 所以同学 看一看嘛 你财报 老师财报我不会看 电脑查一下就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同学 加赖 明天会长哪一支 老师 老师这样 明天如果系列长停板 我就参加你的会员 不要要求那么高 好不好 明天系列过400就来参加了 好不好 不要说明天系列长停板再来参加 不要这样 我们刚才讲 要来看进出表 对不对 来看一下进出表 老师你真的 你答应我要做当冲 真的要带我做 好 来看一下进出表 我们给券商进出表 主力券商上市的 对不对 没有老师解牌 我告诉你 老师每天晚上 写这一张 真的都写得很用心 谁买几张 买在什么价钱 老师 那有的股票是跌 当然 外资昨天买今天卖 昨天涨停板 他今天涨停板会再追 他昨天买涨停板 今天开高他就卖了 外资是最有钱的大散户 你不知道 但是如果外资天天买 那就不一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进出表出来了 对不对 好我们先看一下 6531的爱普 老师 今天主力是站在卖方 对 卖了59张 老师 台湾摩根买了250张 买多少价钱 买356 老师 他赔钱 对啊 最后一盘 当冲 冲下来 没量怎么拉嘛 对不对 老师看一下台湾摩根 台湾摩根 老师 台湾摩根在底部连续买 一二三四五天了 你看当初他在这里 这个也是350几 这里也是350几 这里从355涨到555 就是台湾摩根在搞的 火大啦 你们都不买对不对 我买一买给你拉涨停 拉涨停 连拉两根涨停板 但是要有量 你没有量不行啦 老师待会跟你解释一下 没有量就是在吃货啦 当他吃得够多的时候 我跟你讲 来同学我告诉你一个操作的逻辑 我如果是大户 我一天可能买5000张就拉涨停嘛 对不对 那我有一个方式 我一天先买300张500张 反正你们都不要我先吃下来 那明天欢乐周末气氛比较好一点 我是不是已经买了2000张 我再买1000张就涨停满 知道吗 这个就是主力的手法 没有老师会教你这个啦 我大概教你一下就好 教你一下就好 看一下 来看 你看台湾摩根买很多 台湾摩根买很多也不算什么啦 因为港商野村也在卖啦 你看港商野村也在卖 你看港商野村停损嘛 前两天买在这里嘛 今天停损没关系啦 反正这外资啊 有钱的大散户啊 但是台湾摩根一直买 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3443 对不对 美商高色买258张 对不对 看一下买在1185 对不对 好今天拉上来 那他明天会不会再拉 我告诉你 外资也不是呆子啊 他搞不好明天开很高 他又倒给你啊 那外面明天开低呢 开低我就会拉 所以开低你就再想一下 今天有一个同学买五张 赚二十几万那一个 人家已经报名参加了 他说老师 我加赖以后 我加赖以后 然后我都看你这个 写什么东西我就照做 好 来 再来看 3661 3661 看一下 美商高色买99张 买在2877 收盘2830 美龄买200多张 买2900耶 收盘价2830 那美龄不输死了 输70块 70块一张7万耶 10张70万耶 100张700万耶 200张输1000多万耶 明天我们来试一下 外资的豆腐 豆腐多好吃啊 人家输1000多万 我们抢个三张五张 没关系吧 对不对 偷血 所以我在这里 都跟你讲实话 还有看6415 细利KY看一下 哇 老师摩根大通买736张耶 台湾摩根买600多张耶 来看一下 买384 买390 那盘不好啊 买385 对不对 盘不好啊 摩根大通买几天啊 第一天买 照理来说 摩根大通都是一买都买 一买都买三天的啦 那明天 看一下这个 细利会不会跳空涨停 对不对 老师 没有老师像你这样解盘的 都把筹码抓得干干净净的 做股票 我跟你讲 如果是多方式 你不用抓太多筹码 为什么你知道吗 多方式反正多头嘛 就一路往上攻嘛 伟创广达技嘉一定会涨的嘛 对不对 多头 多头它怎么可能会跌 对不对 世新 创意爱补一定会涨的嘛 多头就是这样啊 这几支股票一定会涨的嘛 但是大盘是空方式啊 老师 什么叫大盘空方式 大盘现在走 走整理盘 走空头啊 所以没有人买的股票 它不会涨 那再有人再倒一下 那更惨 跌得更惨 对不对 现在又有人去讲 那个什么观光航运了 为什么 收不到会员啊 不像中江老师啊 我每天都有会员赚钱 都赖给我啊 对不对 我们收得到会员啊 对不对 我们不需要 划重取宠啊 来看 赚三万多块啊 还写一个少赚好多好多 因为2815拉到2920啊 但是收盘又 收盘又不完又下来了 那明天我们再抢啊 同学你们知道 什么叫抢帽子吧 抢帽子就是 抢人家的短线 那我一直告诉同学 你如果要做现股当冲 抢帽子 很简单 抢到就跑 懂吗 抢不到也要跑 输最多赔手续费 赚你要赚得多一点 同学你认同吗 输最多赔手续费 赚你要赚得多一点 同学千万记住 验证是最大的成绩 赶快把握 明天很好做 我告诉你啊 美国股市大跌 开低一定走高 明天更好做 讲啦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